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 接着上级 我们刚离开了地铁站 Hannigan已经告诉我们 上面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 这一上来 这是一个背着 我刚还没说呢 总之就是这个意思 把它背上的气瓶打爆了 会有引爆的效果 然后海琳娜直接上来 就一个鲜蛋枪 把引爆把我自己给炸倒了 海琳娜今天是各种坑 各种见死不救 各种引爆 好感度积累的不够 这一段呢 如果你要是按照李三光的方法打的话 那你肯定是要把子弹打完的 因为这里的丧尸 这个掉的子弹很少 这里主要是让我们要 这个逃走 感受气氛逃走 帮帮他 这摩托车骑了神驾驶 他以为这条路可能能骑过去 没想到前面有辆车挡 他的鱼匙撞上来 这个海琳娜也告诉我们 没时间跟他们纠缠 只能管 下面这块的时候看得一群丧尸 但是没有地板 因为地板上没有贴图 只是一段一看起来是一段雾气 如果你要想爽的话 可以扔个燃烧弹 但是不会有任何收益的 我只是告诉你们可以这么干 第一个跳过来的人的话 就会被这样抓下 这里有一种特殊击杀 这是对丧尸可以 对这个 这个变种人也可以 那个叫什么Jewo是吧 Jewo 就是克里斯片和这个Jack片里面的 那个主要的常见的敌人 两片主要就是丧尸 看起来旁边的家伙好像会起来 这里的话会出现几种丧尸 他们是这个被感染的军人 所以他们手中拿的有枪 这一代丧尸真的是面的强力很多了 这是次世代丧尸 话说这个最早我接触到的 这个会开枪 各种很智能的丧尸 是那个预解玫瑰是吧 那里面的丧尸是各种 各种拿枪 各种用武器 这里的话 刚才我们看到 这一胸前带着灯的那个丧尸呢 我们主要是使用猛力射击的话 对它不会有效果 因为会把它胸前的灯给打掉 总之是骗你 而且它的这个攻击意识很强 所以刚才用了一个划铲 而不是这个靠近里头撞击 因为即使是撞击的话 也不会是也会把它打出硬直 它会把我们抱住 这里我们这个不小心触发了 这个顶车警报 我们就得赶快离开了 这里慢点 不要着急往前走 砍了 这里原先我被撞到过 直接给撞 撞呆硬了 所以这次要小心 我估计可能手柄 应该是被撞到过 这个被怎么撞到的话 可以看手柄 因为手柄是出体验 出体验的话 就是这个各种坑 各种意想不到 这个海琳娜吐槽 黎昂吐了个槽 说那个 哈尼根说 对的 你们这是从室内走是一个好办法 这样会更安全一些 然后黎昂说 正好还能喝两杯 当然这个原话不是这么翻的 他说的是正好还能喘口气 我这看正好是个酒吧吗 我就按这样的吐槽的方式来翻译一下 我估计肯定有人吐槽 说这个翻译错的太离谱了 是吧 这里我就给解释一下 有了像这样吐槽的翻译 我是故意 很故意这样翻的 这个新闻他说的 一艘美军的潜艇失踪 潜艇是用来干什么呢 就是这个近距离发射这种飞弹的 隐秘发射飞弹 这里的话 我们看到地上躺有一只丧尸 这个门也锁住了 如果我们拿到钥匙 有过来开门的时候 这只丧尸就会起来 但是有一个这个防止被抱住的方法 就是把这个电脑AI叫过来 然后用wait让他在那等候 这里我们拿到钥匙了以后 然后在那个门旁边站着人的话 那个丧尸会立马出发起来 然后海琳娜会帮我们干掉 这里会吓我们一下 看力量小心翼翼的 就是因为手柄的这个出体验 已经已经做过了 各种坑各种吓人 所以呢我这个就不做那种什么吓人的 我咱们还是这个攻略项一些 这个海琳娜已经把那边的解决完了 过来帮我们过来开枪了 这么新鲜的丧尸第一次见 一般来说都是那种变气丧尸 都是变气凌伤的 难得见一个 看来他是在家里面吸入空气 然后一家人都死掉了 只有这个这个变身丧尸 另外一个体积不知 可能都已经死了 到这里的话 这个士兵的尸体上就会拿到仙弹枪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这个使用仙弹枪 把这些筒子都剔掉 这里有一个这个让我们看到一个悲惨的一幕 但是这里的丧尸我们是打不掉的 所以我开枪给你们证明一下 这里会遇到一个新敌人 这个新敌人应该叫什么呢 大伯乐 这个怪是他的身带变异 这个这种怪呢 他主要是会引来大群的丧尸 他会这个他呼叫一声以后会刷丧尸 但是呢 如果你要是能在正面把他的身带打掉的话 他还会一下子放出来的那个尖叫的声音 会把周围的丧尸全部杀掉 利养吐槽 说这叫声就像是那个刮黑板的声音 我故意没有把他杀掉 因为他这样跑过去的话 这个如果引出来比较多的丧尸 再把他杀掉的话 可以一下子清掉很多丧尸 但是呢 对付这个怪呢 这个他的吼叫声比较难办 只是因为他一吼叫声 虽然只会伤半个血 但是呢 是一个硬直 如果周围有丧尸的话 这个非常有威胁的 对付他的办法 就是对他直接使用猛力射击 可以把他直接打飞 因为这个 虽然不像原先的这个仙弹枪 以前这个四代和五代的仙弹枪 是非常猛的 直接这个零距离岩射 是我最喜欢的打法 因为直接可以将敌人吹飞 而且可以争取更多的击杀机会 但是在这代的时候 直接使用散弹 散弹枪就不会有这样的效果 但是呢 猛力射击可以 所以猛力射击使用散弹枪 是个非常好的用法 把这个海灵纳扔过去了以后呢 这个就会触发一大群丧尸 这里的话 我们需要自己先 这个征服取点时间 可以使用一个遥控炸弹 放在这个楼7 最提前放在楼7的这个位置 这也会比较好办一些 我们使用这个双枪猛力射击 双枪虽然说可以猛力射击 打得也快 这个子弹速度快 也可以乱射 但是呢 这个双枪因为这个交替使用 准心不好瞄准 所以这个如果是要像刚才那样 射油桶的话 还是换成单枪比较好 这里就别想到李三光了 这里我们就争取时间赶快跑 因为打他们不会掉太多东西 收益不好 我说收益的这个说法 经常我是这个玩这个山口山 山口山经常有收益这个说法 对吧 就是进行某一件行动的时候 他对这个游戏里面的 对你的得到的好处有多少 得到好处的效率 有的时候因为有一种选择 有两种选择的话 肯定要选这个 得到好处更多的那个选择 所以一般叫收益 这里这个丧尸 我们轻到一定程度呢 就会触发剧情 等会的话再说 这里的丧尸 随便你杀 那里这几个NPC是不会死掉的 这个他们也是无敌 目前他们也算带着这个 这种光环吧 目前他们还算是主角一部分 这里的话各种丧尸 我们可以试试各种杀法 当然最爽的还是这个 弹钉射击是吧 这里打了杀到剩三只丧尸的时候呢 这里的这一个尖叫怪就会 尖叫丧尸就会刷出来 我们在他跳下来的时候 直接对他一个猛力设计 把他的生蛋砸烂 这个没来得及躲掉 这个抓住他的这个 吼叫的时机 差不多是三到四秒 他到跪地以后三到四秒 以后他会这个吼叫 其实就和这个怪物猎人里面 躲吼叫是方法一样 用翻轨 这里的话 这个刚才那辆车开过去的时候 注意一定要到左边闪避 躲开了以后这个不会被撞到 因为撞到的话直接呆影 如果是高难度的话直接死 刚才的那个是穿着防弹衣的 这个士兵 是士兵丧尸 所以我们要对付他的好办法 就是一个猛力射 这个线弹枪猛力射击 打翻了以后呢 把他的头砸掉 这样最好的办法 过一会儿时间呢 这个就会有这个NPC说 就是要向这个 这一堆油开枪 然后这段 就进行到下一阶段 总之就是这段让人看得起来很大片是吧 这段完了以后 像这种剧情 这种这个受到冲击的剧情过后呢 这个一般主角的体力都会这个变清零 我们可以躺下快速回复一下 至少回一格嘛 对吧 这个看来也没别的选择了 这个 跟他们走 其实也是有好处的 但后面的话 可以跟他们 他们打算 也打算撤离到教堂去 所以可以顺带 他们还翻过去了 明白怪厉害的 这个海力娜 这一集就是各种坑 对吧 刚才给说了 接下来就是这种 很经典的武器电情节 我们可以想一想 就是基本上在这一代里面 把这个生化里头的所有 所有出现过的场景都几乎都重复了一遍 比如像武器电 然后第一关刚开始的那个大雪 感觉像不像洋管 然后什么下水道 地铁 然后各种各样的那种场景都很多 然后几种分隔的 也都给大家演示了 四代里的boss战就是Jack片的 然后五代里面的那种各种战斗 就是还是还是克里斯嘛 对吧 而且各种各样变异的这种人形怪 还有就是Leon的这个丧尸战 还有各种这个体型巨大的 像就二生二 生三里面那种体型巨大的那种boss 那种非常好弹药的那种boss战 都保留了下来 这里的话我们只要做这个防守战就可以了 这里的话因为我剩下的这个仙弹枪的子弹特别多 因为它一盒是40发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超过40发 也就是说占了两个格子的位置 我们可以多费掉一些 因为这个仙弹枪的这个射击效率是非常高的 我们看一枪是死一个 因为我这个其实生化5里面是有技能的 这个我一直没给大家讲 它是可以装备三项技能 这些技能呢通过你收集的这些金钱来换取 当然越强力的技能需要花费的金钱也越多 而有的技能是可以这个可以升级三次 就是可以算是提升等级的 目前呢我升级装的是这个提升这个火器 就是枪械威力 一级的枪械威力 然后呢三级的暴击率 最高级的暴击率 还有两级的这个丧尸杀手 就是说对丧尸的攻击力加成 这个暴击和这个丧尸伤害加成的是我已经升到满了 然后实际上我推荐大家 还有就是这个在通一次关了以后呢 你可以有八项备用的这个技能 你把它们都调备好了以后 可以在战斗中随时切换 在开出这个主菜单的时候 不是道具兰开主菜单的时候 有一项是可以选择的 但是如果你是一周末的话 能装备的技能只有一项 只有一套这个技能可以装备 也就是说你只能装备三个 这个可以根据你的战况 来随时切换你的需要的这些 比如说你现在是亮片 你现在是要打丧尸 如果说是你要是打丧尸的 就是打丧尸那种boss的话 你可能经常会被抓到 QT会比较多 这有一个逃生的那种一个技能 就是说可以加快你的QT的那个速度 就是你摇摇杆本来会摇得很慢 但是加了那个摇几下摇杆就可以挣脱 这里有一个 插齐了 像这种说话特别嚣张的人 往往都是送便当的 这个 就是屌丝预期嘛 这个不能随便得罪屌丝 这里的话 可能这里暂时还不会有危险 等会要等到刚才那个小弟呢 他去这个触发剧情 这里会就会遇到一个星级敌人 虽然这一代没有铁尸者 但是这里的这个变异的这个丧尸呢 就和险临尸者其实非常像 突然一下突变 就跟铁尸者一样就没有皮了 但是他的这个行动非常迅速 不过他的行动方式和丧尸很像 但是他的这个 非常灵活就已经和不是丧尸那种 行动缓慢的那种了 他几乎会跑 但是他的弱点呢 和这个和丧尸一样 怕火 再有呢 他的弱点和这个铁尸者一样 是这个心脏 如果对付他的最好的办法 就是零距离进行猛力的 这个鲜弹枪射击 打出硬直了以后 给他一招体数 一弯体数最好占他的正面 因为可以直接切掉他的心脏 就已经秒杀了 对付他的话 还是鲜弹枪比较好用 鲜弹枪和这个 这个冲分枪是两把这个 高上高输出的这种武器 伤害输出非常高 而且再加上这个力量 可以进行这个猛力射击 自动瞄准 那就很强力了 注意这个丧尸开的枪很讨厌 他也不走进来 所以这个 如果你要是枪法不够 这个好的话 你可以这个让队友打 做个标记让队友打 这里因为这个遥控炸弹的 这个数量满了 所以我放了一个 放了一个在那 但是如果不把他引爆的话 就不能放第二个 这里有很多丧尸 我们来个双枪猛力 好像撑得差不多了 哎呦 还被爆了一下 还是引爆掉了 哎呦 这么近的距离冲击的话 我们看到还是伤了一个 我们看这个鲜弹枪的子弹掉力非常高 哎 切完了 钥匙不缺 这个哈哈什么的 等到剩一个血的时候 再使用 这个优先还是把一打吃完 这个老号 上面有两个人 好机有吗 这里我们看 这里有四项补给 一个红草 一盒草药 然后抽屉里 一个散弹枪子弹 然后沙发上 有一个遥控炸弹 所以说时间不多了 如果在暴风雨中的话 可能这个行动里面 行动就不会很方便了 哎 这里还有一个 这个日本人 哎 他刚说的就是马塔斯 对 哎 这里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用这个单枪 哎 因为单枪好瞄准 哎 这还扑过来 看我身枪法 哎 这有一个 这种红色身体的这种丧尸呢 哎 其实就有点类似于以前的那种红头丧尸了 哎 因为这种丧尸打死了以后 有很高的怪率 概率会爆出像刚才前面见到那种变异丧尸 哎 这个行动非常迅捷 像舔尸者一样那种 但是舔尸者是趴着的是吧 到目前这一代好像没有见到舔尸者 小舔军 重枪猛力射击 弹笛模式 不愧是弹钉原型啊 我这代 这代身六做的真不错 动作什么各方面什么都非常丰富 内容也丰富 玩也丰富 不再是那种弹疼的去追求画面了 其实画面的提升是 作为做游戏来说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但是这个游戏的内容就 其实是最难的 因为你没有创意什么的 这个真做不好 画面这种东西 只是这种这个你提升性能 提升这个画质 总会这个硬件的什么东西 总是在提升 就是个吃硬件的一些事情 怎样才算本事呢 你低配置能运行高 能运行出高画面 那才是技术 对吧 所以说这个 升六我就已经感觉是很良心做了 内容那么丰富 而且还隐藏 还隐藏关还有 像升四那种 这里的话我们要准备了 这里我准备好了燃烧弹 因为等稍后可能会有一个算是比较小的boss战 这一集我们已经见到很多种类的这个新敌人了 一个是那个红头丧尸 就是那种变异丧尸 再有一点会儿这个 boss战 boss战 boss战的相似度百分之百 就是比boss战的个头要更大 这个怪呢 他非常猛 撞过来的话就会伤血 然后他如果是指定一个目标来爆过来的话 这个也是非常有威胁的 如果是不加这个技能的Q7的话 你这个想挣脱的话很难 而且我们看到他伤血 直接给我啃掉了几个 四格血 如果不挣脱的话就是四格血 那个海雷娜很坑啊 这个半天不过来救 我喊了很多声 他都不过来救那么长时间 其实走到跟前以后 直接按B就可以把他踢开了 这里我们直接用一打把雪吃满 对付他的办法呢 这个其实很简单 如果远距离的话 用先 哎呦 这个站太近了 他怎么老瞄着我咬啊 雷娜也不过来帮忙 我自己挣脱的就是 对付他的办法呢 就是站到他身后 站到他身后是最安全的 然后你站到他身后里 以后拿小刀滑都没有关系 如果他转过来的话 哎 侧身移一下就可以了 继续背后滑 我们看到了 这个刀的闪避 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如果原先是枪的话 他会一个翻滚 然后躺在地上 哎 这家伙的血怎么看呢 这个你不知道 有没有把他杀死 因为他倒地的时候 动作很缓慢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死 哎 就用我刚之前给大家说过的 对他做一个标记 如果标记消失了 就是死了 哎 周围的丧尸 你可以这个 不用管 集中火力杀他就可以了 丧尸的话会 这个队友会帮我们打 其他的NPC也会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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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伤学有点多了 哎 一下子吃掉了 前面攒的大部分的药 哎 一打一半都 一半多都吃掉了 不过这里还好 刚才有个草药 对吧 呃 格子不够了 我们扔掉一盒 鲜弹枪子弹 鲜弹枪子弹 这个很 这个这个合分服的 然后这个红草 一个绿草 呃 那有个三包药 哎 把它这个反正也不能再多核了 哎 要多核的话就是一个绿草 我们先把它核掉 然后装进去 这个如果你准备好的草药 还没有核的话 但是你的这个直接按这个吃药键加这个上蛋键同时按的话 哎 他就会直接自动将这个最优质选择将草药合成完了以后装入一打中 啊 但是这有一个缺点就是说这个都这个判定呢 必须得是在你这个血和体力满的时候哎 才会动入 哎 不然他会直接吃一粒一达把这个吃下去 这个目前我还没有想到有没有什么办法 不会触发吃药的这个动物 而是直接装填一达 但是目前知道的办法就是哎 你必须得是满血的状态 他才会自动装填 哎 这里上来的话又会是一场boss战 我们准备一下哎 这里的柜子上有一个遥控手雷 但是我们的空间已经满了 所以我们这里 呃 遥控炸弹啊 对啊 先在这放一个 因为等会会用到 在这放一个 然后把刚才这个拿上 哎 海雷娜被爆住了 不过没关系 我们走到这个房顶一段时间呢 就直接会触发剧情 所有人顺一上来 对于防守战呢 其实就是背板以后熟悉敌人大寨 刷出来的位置 然后这个步阵就可以了 像刚才那样放一个 这个遥控炸弹 等他过来 哎 这里的话 刚开始的话比较有威胁 一个是红头丧尸 哎 一个就是这个胖子 哎 胖子这样出这个硬直以后 可以过去给他补一个体数 哎 这个我们一个雷 一个炸弹完了以后呢 再加一个这个燃烧弹 哎 他差不多就倒了 哎 这个红头丧尸 我们过去给他一个猛力射击 哎 打出硬直以后就可以 就可以给他补个体数 但是一定要注意站到正面 哎 就出发 哎 正面一脚就能起死 起到他的心脏就可以了 这样把他打出硬直了以后呢 他的心脏会暴露出来 那种时候再对他进行射杀 才会是这个有效果 不然其他时候是很难把他打死的 剩下的就只有这些小丧尸了 就好打多了 注意不要被爆的 主要的话是我们身后的位置 这个 因为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NPC都集中在身后的那个位置 所以身后的丧尸 基本上不用管 哎呦 被虐死了 哎 现在我们等NPC开门 哎 应该用不了太久时间 哎 门开了 这个 我又被海琳娜在这里又被坑了 这个 原本打的时候呢 这个海琳娜是会直接跟过来的 但是这次不知道他要干啥 在上面拖了那么久 导致呢 我被丧尸给咬了 这下面本来应该是安全的 就是所有人集中下来 不要再等 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还能死呢 你干啥的呢 我以为对这个NPC会把这个丧尸击退呢 我就没管 没想到直接扑过来咬我 哎呦 还够狠的 扭掉那么多血 不过没事 这里的话 只要能坚持过去 不吃药 坚持过去的话 这一段因为已经到最后一关了 所以到下一关开始的时候 血会自动补满 不过我好像还是吃药了 因为这个 死了就不好办了 死了就得重落 不过目前还没死过 还是很好 这个还是很好打的 第一关还是很好打的 而且是no more难度 哎 这里的话 我们对胖子直接临距离 这个近距离 这个用鲜弹枪颜射 注意要在掩体状态下 因为这个身后 我们看到丧尸会喷吐 我们可以利用掩体这样子 躲避方便一些 然后把这个胖子打出 两到三次的硬直以后呢 哎 我们就直接可以这个 就不用去管那胖子了 接下来就等触发剧情 哎 刚才那个 日本技术宅和这个老头 直接就看来他们俩感情很好 这个大家可以多看一下字幕 虽然我说话说的比较多 因为确实有很多值得要说的 好吧 这总算是逃出去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评价 评价里面的话是看你的奖牌数 就是说我们看这里有这个青铜牌 然后铜牌 还后银牌 还有金牌 金牌呢 其实就是整体评价 就是说你的什么命中啊 死亡次数啊 通关时间和杀敌数 然后银牌呢 是你获得的特殊的这个奖励 然后这个铜牌和青铜牌就没啥了 一般银牌比较难拿 银牌的话 一般就是这里是和队友的协同击杀 那么好的 我们这段节目就到这里 稍后还有下集预告哦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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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